幸福好时光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 也就是关于榴莲的故事 你喜不喜欢吃榴莲啊 但我今天要讲的不是风味 我并不擅长讲美食 讲味道 这是王瑞瑶比较擅长的 我比较适合讲的是 他的商业的来龙去脉 你有关心过榴莲吗 其实我其实没有很爱吃榴莲 但我还是有点关心他 因为榴莲是一种 只要你可以吃会吃 你每年都会等待他的食物 他也是有一种上瘾性的商品 那么这是刘芳荣在商业周刊写的 他说他在武汉搭车 然后就瞄到了驾驶座旁边 有一个大的榴莲 原来这个师傅 十岁的儿子超喜欢吃榴莲 于是师傅 开出租车真的赚不了太多 他省吃俭用两百块 就买了一颗大的榴莲 回家要给儿子吃 其实我认为 这已经是他的一日所得了 就是出租车的司机 一天竞赚两百块 了不起了 那么这个师傅 就很骄傲的告诉刘芳荣说 中国人吃掉全世界九成的榴莲 那他就想起来 几年前有朋友说 要去东南亚种榴莲 他说听完师傅的话 我可后悔了 这点就我而言 我真的觉得你不用后悔 因为通常 我都叫你是去什么 南美洲养羊 养牛 或者是东南亚种榴莲 种橡胶 因为它里面法令很复杂 可能不能登记你的名字 被骗者居多了 好 谈谈榴莲 大陆进口的榴莲 半年有多少 我说的是半年 有八十万顿 那如果乘以二的话 可能就一百六十万顿 而且榴莲是这样的 其实你冬天吃的话 有人说他比麻油鸡还要补 那过去两年间 大陆总共进口了六十亿美元的榴莲 那这些榴莲来自于泰国越南 于是他就是一个从土地上长出来的财富 那大陆唯一可以产榴莲的还是丰土 就是你不要觉得那边很棒 你就自己去种 请你先研究一下自然状况 海南岛看起来不太够热 榴莲的年产量只有五十吨 连进口的万分之一都不到 那他说这是很类似于晶片的故事 但我知道不一样 晶片也许有一天大陆造的出来 但是榴莲很难 他要看天吃饭 那大陆本地的产量 根本供应不了内需市场 恐怕就算能供应 人家也觉得泰国的可能比较好吃 那其实我们大部分都只关注工业领域 制造业对不对 或者现在大家关注AI 你有没有想过 说不定农业才是一个最大资产 你看巴菲特比尔盖茨都投资了好多的农地 因为他们知道那是稀有资源 当然他们也钱太多了 什么不能投资呢 那像很多的大陆的企业 马云和阿里巴巴联想集团 这些年来他们对投资农业都有无比的热情 因为你可以不打手机 暂时不会死 只是难过 但是一天不吃东西 你就会觉得人生已经完蛋了 那现在加上极端气候的影响 农业的领域成为大陆经济和投资者眼中的明日之星 他们有的很厉害 像蒙古竟然可以把一片沙漠改造成牧场 那么台湾传统上是属于精致小农的模式 那也是没办法的 也就是我们人多 地脊 土地算是肥沃的 但是很脊 那么台商是很难了解这种一去几千亩的粗放又追求规模的大农生态 那么是不是我们也要思考一下 农业在台湾难道真的没有火花了吗 是不是可以跳出每一块地都小小的限制 那大陆农业有无钱的 农业在大陆有无穷的潜力 事实上在全世界都一样 那其实呢 这个你现在要投资的 恐怕投资晶片你也没那么多钱 只能买股票 那投资农业呢 只要你不被骗的话也可以 可是在我的认知里面 只要扯到土地这件事情 尤其是在国外 你常常就是要跟官方 那如果官方腐败的话 你被骗的几率实在是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不久 几年前吧 我有一位朋友 是一位很好的大姐 他是一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他就跟我说 戴如 我要投一片土地啊 我给你这样二十分之一股份 我说你干嘛要我这小小的钱 他说有你在我比较安心 我说我是干嘛 我是来当那个风师爷的吗 后来他说你等我 我坐飞机 他就坐了私人飞机 跑到了东南亚某个国家 不能讲是哪里 他就去看说 他们要给我一大片的土地 那块土地啊 离首都很近 我们可以做什么做什么 结果后来去了之后 怎么过了三四个月没回音 我就自己打电话给他 他说你不是去坐飞机去看吗 他说哎呀 后来呢 他也是很精明的房地产的投资者 他说那片土地 其实这些年来都在闹水灾 他们没有诚实的告诉我 买了的话 我看盖了厂房或做什么 将来这个政府目前还没有钱 整治水利会很糟糕 我心里就想说 嗯 不愧是一个精明人啊 如果不精明 你看会被骗的有多惨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啾啾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好看的日剧是吗 是 这一部是我看过以来最特别的警察剧 我们都讲说日剧有三多 一个是警察多 学生多 在医院多 这个就是他们 这几乎他们的场景 所有日剧的场景 大家都以这三个地方为最主要地方 尤其是警察剧 几乎是百看不厌 那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警察 都在那边发生 是啊 不过我觉得 那个都是看日剧警察都很厉害 对 但日本警察其实很不厉害 是 你看连那个安倍有没有 哎呀 哎呀 我们真的讲坦白话 我每次看到那个日剧里面 有的看到他们警察在骑着脚踏车 在那边悠哉 在那边晃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哎 这个真的是太平盛世 我们家附近的警察 就是我家在新树附近 也是啊 对啊 新树那边已经都骑脚踏车 因为他其他交通工具 一定都不方便嘛 机车也不行 机车也不行 交通用筛的要死 好了 那这一次呢 比较特别的 这一部的警察剧 他是讲说 他们呢 利用了人工智慧去推估 大概在2056年的时候 日本的这个财务状况 会整个大崩快 然后呢 警政署呢 会整个没有钱 来维系整个的警政系统 所以呢 到那时候 整个那个警政系统 会完全崩坏 所以他们未雨绸缪 要怕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他们呢 就下了一个新的命令 就决定呢 要来裁减自己 每一个警署里面的开销 所以呢 所有的预算 这也是必要的啊 对 花费如果超过的 一概都要降 然后他目标定成是 每一个署呢 都应该要降20% 然后呢 当然要找一个试办署 他们就跑到了一个 叫万丁的地方 然后就在这个万丁的地方呢 就来试验 这个警政 这个警察署 能不能每个月 都把他们 整个警局的花费 降到20%以下 然后为了要达成 这个任务呢 他们特地的 从他们警政厅里面 派出了一个 超级优秀的会计员 直接就进驻到 这个警局里面 然后由这个警 由这个人 来看守 整个的财务状况 是一个美少女吗 就是那一个千年一遇 美少女 巧本还奈 其实还好了 因为现在大家 就都是 你知道吗 这韩国 要弄多漂亮 就有多漂亮 是是是 你会觉得 我看他 我就说 嗯 就差不多了 这个你知道知道 他当时非常年轻 才12 3岁的时候 那因为在那个 他们那个地方政府 办了一个 类似像祭典活动 他那边跳 类似啦啦队伍的时候 就被拍了一张照片 真的年轻又活泼美丽 然后那时候 在网络上 大家就疯传 然后那时候 媒体就疯他为 叫千年一遇美少女 然后从此 他就步入了 这个演艺圈 然后呢 最近他也常常演 这种奇奇怪的电影 那他演电影 他演电视 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他很喜欢 把自己的脸 搞得非常不像美少女 所以他最厉害的演技 叫做炎翼 就是可以把自己的脸 搞得歪七扭八 做出很奇怪的表情 然后呢 也只有漂亮者 有最全力 对啊 结果这样子反而红 因为呢 大家就觉得这样 落差很大 所以他在这里呢 演了一个是会计员 还是警员哦 只是他负责是 财务部的部分 然后呢 他的名字很特别 叫做一元一口 所以他在里面 每个人都叫他一元 好好写 可是他跟他讲说 我不叫一元 那个一要念做哈吉 就是那个出那个字 然后那个元要念成马路 所以他叫做哈吉马路 所以你不要念错 我叫哈吉马路 出完 对对对 所以就 对就是出元 就是一元的意思 那个马路应该就是 马路口啊 丸子啊 对对对 所以人家就叫他一元 他就很不爽 不要叫我一元 可是他每一集 就是从那一元 的故事开始发起 就意外的 他竟然成为里面 警局里面 破案率最高的人员 因为 但他是抓花钱的 他就是从花钱这一件事情 然后呢 从那些数据表当中 去推演出来 原来这个犯罪 是怎样的状态 真的很神奇哦 你听他在每一次分析 那个财务报表的时候 才发现还真的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他呢 他就从每个人 那个警察不是都会去 钉烧吗 然后钉烧的过程当中 他就发现 怎么都集中在 这几个地方的 那个便利商店 然后呢 再从这个地缘关系 去判断 那为什么打来的电话 谎报的电话 都是在那几个附近 那个地方的电话亭 那为什么在那 他要特地的选 那电话亭打电话呢 然后他又到那个警察 那个电话亭去找 又发现地上 有一块钱 两块钱 掉了一堆铜板 然后他就开始推估 为什么你跑到这地方 还特意找了钱 有没有 很多的硬币 要打公用电话 那就代表你是蓄意的 那就从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往前推 就这样子找到凶手 厉害吧 所以我跟你讲 他在这个推估里面 我觉得编剧蛮厉害的 超厉害的 因为他要先编出 掉落的铜板 万一不掉呢 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 你不要小看议员 这个议员 反而可以成为 你破案的关键 日本现在还有公共电话 对 我怎么很久没有看过 很久没有看到了 但是所以他就从这里 就可以去找到一些蛛丝麻吉 还是有 只是很少 少到几乎都快没有了 他这个男主角年纪不会太大 不会太小 哲春遗述啊 这个往常见的 之前有看过那个明医 那个一系列 就是一个冷笑 但是很聪明的医生 他的出道作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以前有一部很红的日剧 叫做《树勿二课》 树勿二课里面 他就曾经演那个警卫 所以每次都出场来那边秀一下 他就从那里开始演这种戏的 然后后来你看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叔级 已经是演主角级了 但是他就属于老派的警察 他会觉得办案就是会花钱啊 而且你知道吗 而且常破坏现场 对没错 他这个暴力 就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警察 他也是因为 他就是因为被人家拍了一段视频 送上网路了之后 所以呢 特地警政厅呢 就特地指定 要以这一个警署为目标先下手 这字我不认识 这应该就是翻译来的 他的日文名字叫做 这不知道什么意思 反正总而言之 他是从会计这个角度去来编一个警察剧 里面还有破案故事 对 超厉害的 但后来他发现他千审万审 唯有尽快破案才是最省钱的方式 所以就开始变成了 他也要加入在整个的查案过程当中 其实你这讲的跟行销很像 有些公司啊 他们马云不是说吗 当那个如果财务长来当那个执行长的话 那公司就会倒掉 因为他就开始省成本了 他就没有研发了 但事实上呢 你与其去省钱 是不是觉得公司的turnover啊 东西赶快卖掉比省钱更重要呢 你看看嘛 我们从以前很多的军事的军 这个兵法专家 他都会告诉你一件事情 攻击是最好的防御嘛 速战速决 只要你一脱长了三国演义就是你的粮道就会被缺 兵越多你死的越惨 是没错 那个兵跪在神术嘛 对不对 所以所有动作都给快 是会计问题 对对 所以整部片呢就变得很有趣 你会发现警察在办案过程当中 到底可不可以省钱 那省钱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警局活下来呢 还是为了要服务人民 你知道这中间很多这种 长久以来这种警政 发生的问题 都要探讨的问题 都要探讨到了 好特密警示厅 特别会计员 不过这要看你家的那个影音平台 有没有咯 是 本周推荐的电影 九九 哎呀 这个本周 我真的要讲 最近很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国产片 我们的国片 都挤在这一两个礼拜 就拼命的就出来了 跟金马奖有关系呗 跟金马奖有关没有错 可是金马奖搬完了 你也是知道了几家欢乐几家筹嘛 那为什么大家都挤在这个时候来呢 我在想 是不是要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干脆就一鼓作气 大家都来看国片了 我良心讲 今年这一档 就最近这几个礼拜的国片 那这好看到一个不行 我看到每一部都好喜欢 我们就一步一步讲 虽然我们今天未必会介绍 但是真的得讲 第一个 我真的想推荐的是那个五月雪 五月雪虽然拍 就是得奖并不多 然后它又是跟我们 不怎么相关的这个马来西亚片 那这一部片真的很不错 它里面有 你不是要推荐赴都青年 有有有有 这个是待会的 先有一部叫五月雪 我先讲的原因 这因为这两部都是马来西亚片 你说马来西亚片又不太对 它讲的是马来西亚发生的 华人的故事 他是讲这个1904多年 那时候在马来西亚发生的一个筹华事件 然后就在一夜之间 整个一个大华戏院被封闭起来之后 然后马来人就把里面的观众 全部都血洗之后 然后把这些人就载到了荒郊野外 就随便乱葬了乱埋了 一直到201多年的时候 就最近这几年才发现这个乱葬纲 然后这个马来政府当然就开放 那于是就开始很多华人 就到这里来做祭拜 然后呢 他就是利用一个非常冷静的角度 去告诉你 当时这些华人在异地开垦 然后在那边奋斗的故事 然后遭受到这种歧视 因为他变了第三等国民 连第二等国民都知道 在当地第一等当然是马来人 再是印度人 最低等的就是华人 然后华人在当地又握有很强的经济实力 所以就更引起当地人的反感 所以那时候筹划事件非常多 这个事件是当时大概是最最著名的 也大概是死伤最惨重的 到目前为止死了多少人 其实他们自己都还没有办法 很正确的统计出来 你就发现你的家人在一夜之间突然间就不见了 然后就从此没有他的音讯 然后整部片他就借由一个戏班子 然后在那一个华人的那一个地区 刚好正在拜一个仇神的一个这个祭祀 然后正在演那个豆娥渊 就是你知道豆娥不是在我们那个戏剧里面 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他因为是冤狱嘛 然后后来他要被刑刑的时候 突然间在六月酷下的过程当中下起大雪 他其实就用了这一出戏剧来影射当时的五月 其实这些人都遭受不明之冤 然后就这样冤屈 然后整部片我觉得拍的非常的 这是悲剧片吗 剧情片 剧情片 Happy Ending片 没有 我觉得有他的救赎在 这一部片我推荐给大家 那当然就提到了刚刚 但如提到的另外一部马来西亚片的 就是富都青年的 然后富都青年这一部片呢 最厉害的大概就是吴康仁我也搞不懂 拍一部片也到这种地步 那一天听他在金马奖致辞的时候 你终于搞懂了 因为他最崇拜的演员就是Daniel Day-Lewis 这个我想大家都听过 这个是老牌演员 他以前最著名就是演我的左脚 当他决定演那个我的左脚这一部电影的时候 他就开始坐在轮椅上面不下轮椅了 因为他要体会一个残障人士的生活 所以他们这种的演技方法叫做方法演技 所以呢 吴康仁为了要演一个马来西亚的当地的华人 而且是偷渡是没有任何身份的华人 然后呢 他就先飞到那地方 第一个工作就去减重 然后再来就是晒黑 因为一定吃不饱嘛 所以那皮肤又要很黑 就晒黑自己 然后他在里面演的一个角色是 一个听障者 他不是不会讲话 但是他听不到 所以他一直带着肚听去 然后常常就要比手语 所以你看到那一个金马奖颁奖的时候 不是主持人跟他一直在玩手语吗 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他在里面演的这一个角色 演着真的湿湿路扣 最重要是没有半句台词 然后他现在演出一个很爱护 要是我会觉得好轻松 不用讲话 但是你知道吗 不要讲话 就变得是他要把他内心的牵头腕具 表情跟动作都要去表演得出来 所以他真是了不起的演员 真是很厉害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 他在里面的过程 几乎他独撑了整部电影 真的厉害 这部真的推荐给大家 不过因为颁奖之后就大卖了 所以现在也一票难求 真的也劝大家赶快进戏院 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 不是说只是他演技好 里面这整个故事 也非常贴近我们人生 你去看了一定会有很大的启发 他就讲这一对兄弟 在那个没有身份的国度里面 如何的活下来 最重要是要不要拿到身份这件事情 还牵扯到他们对自己家族 因为都被家长抛弃 要不要认同自己回家 说真的你有时候很难想到世界上 还有这样的角落 尤其你去马来西亚 我觉得一片平和 大家都懒洋洋 但是底层挣扎的人还是很多 非常多 非常多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 因为金马奖的影片 大概都挤在这个时候了 好我们今天呢 请到的是九九 在介绍金马奖的国片 都在这一周上档 好我们刚才介绍了 最佳男主角得主了 当然也免不了要提到一个 又一个创造历史的一个 这个故事 大家有看到那一天呢 这个成熟方呢 在上面以八十多岁的高龄 说我八十几岁才拿到最佳女主角 那怎么办 如果我这时候一打开 得主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女 得了最佳女主角 叫她怎么办啊 后半辈子该怎么过啊 人生是不能够比较的呀 这个一比较不比还好 这个一比就糟了 一打开还真的 这个十二岁的少女 就创下了金马奖的历史 而且那些也 大家都说 其实每一个让她得到女主角 所有的投票的那些评审委员 都没有意义哦 没有意义哦 第一轮就全部通过 全部都投她 然后我去看了之后 还真的 你只能投她 真的 好我先讲一下 这个林品彤 这一个小少女 这一个她的状态 她其实这一部 不是她的第一部电影 她的第一部电影 是在几年前 我们也介绍过 有一部电影 叫做美国女孩 那时候美国女孩 大家着重的 是演姐姐的这个角色 然后她演这个 林嘉欣的两个女儿的二女儿 然后那个 那时候她很小嘛 她也是国小 然后就一副天真无邪 但是你就发现 她有一个特质 就是不怕镜头 她常常讲话就很自然 那演得很自然 就像是 你可以左林右舍 看到的国小女生 天生的 天生的 真的是天生的 这没办法 又不是人家扶植出来 然后那个大女儿 当时就被人家惊艳说 哇 这个大女儿真会演戏 结果呢 谁知道过了两三年之后 这个二女儿就演了 这个小小里面的一个角色 她就叫小小 她的名字叫小小 对 你有没有觉得 影剧修会那么多年 其实什么外在条件 你就会说假 就是那个第一幕的表现 很多人就是一个 她演配角她也最红 而且她不是特殊表现 那是某一种 就是那种很奇怪 带着打娘胎来的 一种感觉 你就是要站在这舞台上 大家就是喜欢看她 对不对 对 你真的真的就叫 那个林淑芳 陈淑芳讲的一样 我可以跟你讲 有些人就是天生会演戏 一上来就是 那个摄影机一动 她就开始了 然后她演的 你说是她人生吗 不是啊 因为她这个小小里面 她演的是一个过动症的小孩 她不是过动症啊 然后你想想看 我们像我们如果一般演员 要演这种角色 就开始阅读很多的资料 过动症会怎样 会怎样 那我相信 以一个这样年纪 12岁 我小生 然后你说她能够读多少 吸收多少 那个一定是 她有那种天赋异禀 在这上面就特别的敏锐 所以她在里面演的 这个过动孩 真的就像 你看到的那种过动小孩 那她演的也不夸张 她演的也有一般 青春少女的模样 然后在里面 我还要提到的 就是演她妈妈的这个角色 陈奕涵 那个陈奕涵 在里面也演出了 另外一个不同的妈妈 好啦 我一个妈妈 然后呢 爸爸呢 家里有这样的小孩 然后就干脆忙着工作 也都不回家了 通常爸爸就是 就跑了啦 然后就跟你讲说 我叫养家 我就努力赚钱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 所以你这个妈妈 就在家里顾好小孩就好 你想想看 一个妈妈 要面对一个过动症小孩 三天两头 学校就打电话来 你想想看 这个妈妈 会怎样面对她的人生 然后在故事里面 你就看到这一对母女 抱着相爱又相恨 的这种彼此的这种心境 在里面纠缠 整部片 我推荐给大家 你可以看到 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人生 也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国片 这部片推荐给大家 这个剧本是 就是原来小说改编 还是编剧自己写的 它是优良剧本讲 对优良剧本讲 它们是根据填调的部分 然后慢慢去 把所有的故事都在一起 也就是说小小在这个电影里面 发生的情节跟事件 是透过很多不同 过动儿家族里面发生的故事 把它融合在一起的 包括妈妈这个角色也是 你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本来就是我们之前 我另外一个自媒体有一个节目 他访问了一个创业者 那个创业者 我说真的 他的产品实在是需要再琢磨一下 而且他的商业概念也不太对 可是呢 后来你知道我 答应要帮他是为了什么 因为呢 这妈妈了不起 他从结婚就因为生了一个脑性麻痹的孩子 当了18年的家庭主妇 而且呢 就是在兼济相当困久的状况 那爸爸当然是就跑了啦 他现在还是在负担着那个孩子嘛 还有另外一个孩子 其实这样的妈妈都非常非常辛苦 但他自己还后来还念了两个硕士 也就是他真的了不起 他本来学历真的不高啊 然后一直都在奋斗 然后后来当然也没办法离婚了啦 那离婚一定打过官司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南方只要正常的那个孩子 对 所以妈妈后来的状况就是 我所有都负担 但两个都我一起 因为孩子太小 那就是 所以后来我就答应帮他 我觉得这样不容易 所以你要不要有贵人的前面 就是你恐怕 就是自己 你会在某个地方 你也奋斗了 尽了你的努力 嗯 好 他的片名很特别哦 我们都念成B.I.G. BIG 但事实上这个BIG是一个数字 一串数字的变化叫816 你注意看那个816 稍微把它改写一下 就很容易变成BIG这个字 然后这一部呢 这扯得深的有一点远 卫德胜的这个新的电影 对对对又是范逸臣还有贤中千尾 你也知道他的班底全部都来了 只要演过他戏的在这部电影里面 就全部都出来了 好但这一部比较特别 他演的是什么呢 他演的是儿童的癌症病房 然后他讲着这个儿童医院里面 有一个很特殊的病房 就叫816 那这816呢 就曾经有一个小孩子 在里面得了血癌 然后呢白血病 然后呢就痊愈了离开 然后结果他就在816病房上面 用着签字笔 把那个8把它改成B 把那个1呢改成I 把那个6改成G 他就认为说 我们进到这个病房里面 能够走出这个病房的 都是一个大人物 所以他就是来洗面 这一个病房里面的 那这个病房里 这个大病房里面 总共可以有6个床位 他就是故事就是描写 进到了816病房里面的 这6组家庭里面 这个血癌 不是血癌 严正儿童严正的这个家庭 所发生的故事 然后整个故事 我跟各位讲 这一类的故事 你就只要先做一件事情 进戏院就先带好你的面子跟手帕 这一定的 里面的故事非常的感人 然后你也知道 这种生死攸关 为了圣派应该也里面有一些幽默感 对不对 他就是想用这种好笑来冲淡 然后就让你觉得悲伤更悲伤 这就是一定的 因为你在里面笑得很大声 接下去到达悲剧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哭得更大声 可是这里面也有很多儿童演员 超多的 而且这些儿童演员还真会演 一个比一个会演 还有特别在这里再讲一件事情 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它是里面有夹杂着将近大概20多分钟的动画 然后这个动画就会一段一段的穿插在 整部真人演出的电影里面 那他为什么要演这些动画呢 其实这动画里面呈现的状态 就是在描述小孩子在跟病魔对抗的这个状态 尤其有时候是梦境 有时候是心理状态 所以他是有一部动画跟电影交汇的 一部新的尝试的这一个电影 然后里面感人 然后其实也述出了很多家长面对这种病童 那种无能为力的悲哀 然后里面甚至安排了有一组人 是有原住民血统的 然后他根本就是信奉的是基督教 然后另外有一个根本就是那种八家将的 里面两组家庭在里面就有形成很大宗教的冲突 不过在里面他也达成了另外一种宗教的和解 大家去进戏院就可以观赏得到 推荐给大家非常棒的一个电影 然后另外来介绍也是另外一个华人之光 吴宇森的新电影叫做《无声夜》 这个我当时没有交片单过来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部片也蛮特别的 跟刚刚的《复读青年》有点像 这部片从头到尾没有台词 就演出了一部动作片 你唯一听到的声音就是 他故事也很简单 吴宇森重回他的暴力美学 真的真的有够暴力 也真的很厉害 创出了很多很厉害的这种动作设计 整部片故事很简单 就讲有一对幸福的家庭 爸爸带着小孩非常高兴过着日子 谁知道他们家附近 大概就帮派猖獗 他的儿子在有一次在路上 不小心就卷入了帮派的血拼 火拼当中就导致死亡 爸爸也在这过程当中被开了一枪 声带就受伤了 把他救活了之后 他就不会讲话 你现在可以明白 为什么整部片没有台词了 所以爸爸为了这整件事情 就开始走上他的复仇之路 决定要把他们这个地区的帮派 全部消灭 于是他就单枪匹马 学习整个帮派组织 然后这一部就叫做 吴宇森夜 Silent Night 吴宇森都是剧情片 他剧情片其实都是还蛮好看的 都很紧凑 在里面很紧凑 然后有他的剧情的张力 但最厉害就是那个动作设计 有很多动作 你从来没见过 原来动作戏可以这样子拍 我觉得他自己 为什么喜欢暴力美学 跟他小时候的经验 应该有关系吧 他又讲到他小时候的经历 因为他长大的社区 可能就是各种种族的人都有 混混欺负他 叫他进帮派 他说他随身都会戴砖头 还有棍子 有一天还有人 往他的脸上去泼硫酸 他用手臂挡住 烧到额头 就还没有到眼睛了 他妈妈还很冷静的把他的头浸在水槽里面 后来这些伤口花了一个多月才痊愈 你看 对啊 那吴宇宇森算是半个台湾之光了 因为他毕竟是台湾的女婿 另外我再介绍一部大片 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巧克力冒险工厂又来了 这一次拍的是前传 我们在里面知道巧克力冒险工厂是一个叫Wonka的 这一个 以前你还记得是强提代普所饰演的 那个疯疯癫癫的巧克力冒险工厂 就是说巧克力它卖的非常畅销 只要在巧克力包装拿到了黄金的卡片 就可以获准到这个巧克力工厂里面去参观嘛 以前演的是这样的故事 然后这一次就是告诉你 Wonka他之前是怎么样变成这样一个巧克力达人 他就是演他年轻的经历的故事 这部Wonka可以推荐给大家 那就是他的前传 这本来就是著名的故事 对 那这一个因为是很著名的童书 你会去看的就一定会去看 那里面又秉持了他过往那种 缤纷色彩 华丽到不行的幻想 奇想的各种的情节 在这部片里面完完全全又再度的展现 那找了一个新演员 希望能够来替代强提代普 说实在强提代普现在这个年纪 要演巧克力冒险工厂 的确也有点难度了啦 所以找一个年轻人来演他的前传 说不定又可以把Wonka 这一个巧克力冒险工厂的整个系列 又再带动起来